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医看病就要知道了 大部分的人头脑一天到晚昏昏的 精神不够 尤其现在的青年上午头脑都不清 中午以后慢慢好 到夜里各个生龙活虎一般 大概我们诸位朋友都是这个情况 这是现代人的生活 这个生活不叫夜生活 是鬼生活 昼夜颠倒的 换句话说 大昏尘的人贪嗔吃慢衣都来了 酒色才气都喜欢 尤其欲界中一切众生犯罪行为都在晚上或夜间 这事儿研究清楚了 就晓得昏昧升起一切烦恼 一切烦恼都是跟着昏尘来的 譬如跳舞厅这些地方 里头是昏暗的 只看到鬼影重重 那是地狱的画面 大家在昏昧的环境里 为什么要灯光暗才舒服呢 因为昏昧与黑暗是同一个境界 一切众生都以身心进入昏昧为快乐 这就是佛说的众生颠倒 视为可怜民者 所以修持成功要进入大光明定 不在昏昧境界中了 道理就是如此 什么是依阳来父 以男性生理上来讲 阳举的时候就是 所以睡醒的时候 阳一举就要注意了 有许多学佛的修道的人也问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常常提佛家的规矩 其实当年道家也是这样 每个庙子差不多天一黑就打钟睡觉 尤其在深山古庙 太阳一下去 现在讲晚上六七点钟就睡觉了 早晨早一点是三点 迟的是四点 修行人都起来上殿了 为什么那么早 他配合自然法则 这个时候阳气刚刚发动 起床做功夫了 念经的念经 打坐的打坐 做功夫不会漏失 像青年男性的宜经 什么时间最多 如果晚上八九点钟睡的话 宜经差不多都是四五点钟天快亮的时候 一觉睡醒了 醒一下再睡 实际上脑子并没有睡着 那个阳气一动 配合生理的预念就遗漏了 女性这个生理的现象没有男性明显 但也是有 女性在这个时候精神 生理都有变化 修道的人要懂得活子时 我们身体是个小天地 精神气血流行的法则 同太阳月亮天体的运行是同一个道理 同一个法则 但是美人秉赋不同 胖的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有不同 这还不算数 心理的状况不同 古人讲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世界上没有两个人面孔相同的 同样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思想是一样的 换一句话说 高明看相的人看了面孔就晓得这个人的个性思想 以及他一生的成就与失败 这就是挂相挂在脸上 你不高兴时就挂出来了 你高兴哈哈大笑 脸上也挂出来 所以一个人心里的现象表现在美人身上 依阳来复 美人阳气的发生 时间不同 际遇不同 所以叫活子时 要活用 说到阳气发工 照道家这个规律一定要从下面发动 挂相是昆挂到了极点 而依阳身为副挂 密宗叫海底 中医学就是会阴血 比如说男性的阳举 女性的生理变化 都是阳气发动 修道学佛许多人因为搞不清楚道理 自己阳举时 心想糟糕 犯了淫戒 有罪了 这个错误到极点 阳举只是生理变化 如果没有配上男女的欲念 他本身并没有善恶 他只是生命力的现象而已 犯什么戒啊 犯不犯戒是根据心理状况而定 这个生理变化是个活子时是生命的来源 没有这个还不行 道家也认为这是源头活水是生命力 这时阳气发动不一定是子时来的 不一定是身体下部来的 美人因身体不同而有益 所以有些青年打坐忽然手心足心发烫了 这也是一种象征呀 你说打坐静下来忽然左手发热 忽然这一边肉咚咚咚跳起来 忽然肚子里面也搅动了 有些人就吓死了 怕出毛病了 你不是还坐在那里吗 里面跳动你怕什么呢 许多同学拿这些事来问我 我一听就生气 你是怕有蚯蚓进去 还是怕里头触电 这个虽然不是活子时来 也是气动的一种 只要不去理它 慢慢气迈就发动了 至于说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动 你仔细研究道理就多了 譬如说左边属阳右边属阴 又如五个手指也不同 这属于心脏 那是肺脏 所以要想真正懂中医 你还有得学呢 从阴阳则生 逆之则死 从之则治 逆之则乱 反顺为逆 是为内阁 所以你要懂阴阳四十这个法则 自己养生 调养 保养这个身体 如果违反了就会生病 内在也就出问题了 最后是故圣人不治以病 治未病 不治以乱 治未乱 此之未也 这是中国上古的文化 医道跟政治是一样的 懂得政治的历史上 大名家都懂得医 因为都是医学道理来的 所以圣人不治以病 治未病 在没有病的时候 有一点不对就先吃药 先把它治好 等到已经生病 再治 已经晚了 政治的道理也是一样 天下大乱 你来平天下 不算有功劳 能够使国家社会永远不乱 这才是大政治家 看起来没有功劳 其实功劳最大 这几句话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天下人谁不想做一番事业 但是连家庭父母都没有奉执好 还谈得上事业吗 我国传统文化 对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 孝敬父母是人生第一要事 第一步都做不好 其他就不用谈了 说到手 谁不希望保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呢 在所有美好的东西里面 再没有比品格和操守 更为珍贵而重要了 可是人往往向外足球 不知道将自己照顾好 许多人降头降脑的 睡眠不规则 饮食无节制 无定时 不讲究卫生 生病不医治 甚至酗酒作乐 贪恋声色 满足淫欲 把自己的身体伤害了 一直也消沉了 这都是不孝 因为父母所担心子女的 就是这些事情 子女却偏偏要去做 使父母担心 增加父母的忧虑 就是不孝 孝经上说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 是要做子女的 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 不要生病 不要受伤 以免父母担心忧伤 所以孝经理也说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有孝心的人 绝对不站到 快倒塌的墙那里 因为怕墙倒下来 被压伤或压死 如果父母还在世 怎么办呢 父母可就痛苦一生了 所以孝子不敢损伤身体 主要是为了 不让父母担忧自己的缘故 酷而冲之 要避免危险的地方 不冒险去做 无意义的危险时 才是孝道 孔梦思想如此 佛家的思想也是一样 在佛家的菩萨界里 也有这项戒律 如果无意义的 毁伤自己的身体 或者自杀 都是犯戒的 如果加以深入研究 儒家思想与佛家思想 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 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人不可淡淡而乏之 这句话青年们要特别注意 很多文章中都引用这句成语 意思就是天天继续不断地消耗 例如嗜好打牌的人 天天打牌 消耗精神体力 几年打下来 终于有一天 突然倒在牌桌上死了 这就是淡淡而乏之的结果 有的人吸烟数十年 烟瘾越来越大 劝他不要愁 不可淡淡而乏之 可是他不听 结果也是罹患肺癌 要开刀治疗了 男女之间也是如此 所谓人在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也是淡淡而乏之 所以这句话 已被广泛地引用 尤其是修道的道书上 用在生理卫生 和饮食男女方面 特别引用这句话 来提出警告 尤其是酒色两字相连 更加严重 只为犹如双斧伐科 好像是两把斧头在砍 人的生命像一棵树一样 酒色就是两把斧头 淡淡而乏之 没有不砍光的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期待大家在视频下方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